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545集 天道 看着那扯动自身脸皮,试图露出微笑的青年 汪林心中掀起的大浪,很难平静下 他此刻就如同怒海中的孤舟 心神存在了滔天的风暴,在不断的轰凝回旋 在他的目光下,那青年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转身向着远处寂静的星空,渐渐离去 直至其身影消失在王林墓中 直至王林所看的星空模糊,最终完全崩溃 他的神色仍然还是震撼 在王林本尊沉静的天蕴子轮回之外 照合星云内,王林分身潭息于星空 面色一片苍白 隐隐有阵阵青色在其脸上若隐若现 在他的四周,无数天蕴子分身之魂如烟丝飘渺直奔而来 一一融入王林分身体内,不断地占据着王林分身的身体 那一缕缕魂魄融合中,更是传出了天蕴子阴森的声音在王林分身脑海中回旋 你拿什么和老夫比快,老夫现在就可以占据你的身体 你的本尊可找到了老夫的本尊吗 照合,昆虚,两大星域的一千多天蕴子之魂 此刻,已然全部融入进王林身体 远处,那来自罗天云海的魂,也呼啸卷动,越来越近 同一时间,在王林本尊沉静的天蕴子轮回中 在他墓内,那第二次觉醒的画面崩溃的刹那 王林本尊看到了天蕴子第一次觉醒的一幕 随着那星空从模糊到崩溃 最终消失之后,出现在王林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门 此门似于星空其高 站在其面前,王林有种如同蝼蚁的错觉 与天蕴内当年出现的门不同 眼前这个巨大的门没有任何威严的气息散出 它存在于这里,似于星空融为一体 那门后有什么,王林不知晓 但他却是看到此刻,那巨大的门内有阵阵轰轰之声传出 紧接着,此门似被一股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从内部轰击 整个大门骤人一颤 在这颤抖中啊,王林看到有一道裂缝 从这门的中间直接裂开 咔咔之声夹杂在轰鸣内 那裂缝顿时扩张,严身无尽 似要把这大门分成两半 那轰鸣的声音更为剧烈 仅仅是片刻,这大门在颤抖中轰的一下 彻底的裂开,化作了数份向外猛的掀开 这门太大,此刻即便是裂开也并没有一片片粉碎 而是化作数份后向着四周横扫 在那冲击之力的带动下 直奔星空深处扑展开来 奇速太快,刹那就消失无影 其中一份门板在这冲击之力的推动下 穿梭星空来到了一片日后被称之为昆虚的行云内 在这里,在那一片空旷的区域中 这一份门板爆开,化作无数细小的碎片 融入星空,更是将其撕裂,沉入进去 随着这大量的门板碎片与虚空融合 这一片星域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被生生的撕开了一道空间裂缝 那些门板的碎片就存在于这里,万古不变 这里,在很多年后 被一群界外的四圣宗修士 以特殊的方法来临 他们寻找了一颗修真心,挪移而来 掩盖了那星域的不稳 掩盖了那条空间裂缝 更是将其与这修真心连接在了一起 慢慢的,那群修士因种种事情渐渐离去了 这空间裂缝啊,在这修真心上随着岁月流逝 时而也会显露出来 被这个修真心上一些天资惊人之辈发现 借以利用后,便称之为域外战场 在那巨大的门崩溃分裂的刹那 从门内,在那冲击之力的卷洞中 汪灵看到了一团磅礴的雾气 这雾气如球,如洞中从那崩溃的门内撞出 在那雾气的内部,汪灵依稀看到了一个人眼 他看不到对方的样子 但却可以听到对方从那雾气内传出的震震震惊的吼声 天道,你居然得到了一个天道 该死的,本王不服 那吼声到了最后,化作一声凄厉的嘶音 紧接着在那雾气内,穿出了滔天轰鸣 在这轰鸣下,那团无边无际的雾气 立刻剧烈的抖动起来 骤然似有大力,从其内部撕扯 使得这雾气卷动下,赫然分裂开来 这雾气分成了两团,一大异响 那大的一团那样,仍然卷着那嘶吼虚弱下来的深影 向着远处倒卷 刹那,消失在了星空,不知去向 另一个小团的雾气,则是向着相反的方向一闪而逝 在不断的集池中,那小团雾气不断的蠕动收缩 慢慢的凝聚缩小 使得亡灵可以隐隐看到,在这雾气内部并非一无所有 而是存在着一个半圆碎片 这半圆碎片看不太清晰 但它的存在显然就是这小团雾气的核心一样 呼啸间那小团雾气越来越小 最后彻底消失,完全的凝聚在了那半圆碎片上 化作一道无色长虹,飞入到了星空中的一颗修真星上 那修真星内没有任何生命 只有一片低矮的涂山 这碎片如流星而来,轰的一声砸在一处涂山上 此山一阵,直接化作颗粒崩溃 那半圆碎片穿透崩溃的山峰 深入进了这修真星的内部 在其最深处停了下来 亡灵目睹了这一切 他死死的盯着那修真星内部的半圆碎片 此物之上还有一些古老的符文印记 看起来如同半个罗盘 抑或着说,它正是某个罗盘的一半 岁月流逝,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这颗修真星上也依旧还没有诞生生命的痕迹 只是那深深埋葬在修真星内部的那半个罗盘 其上却是渐渐弥漫出了当年的雾气 这雾气一丝丝的散出,凝聚在一起 最终化作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身影扭曲中慢慢地清晰起来 最后出现的是一个青年 这青年闭着双目,双脚漂浮在那半个罗盘上 许久之后,他缓缓睁开双眼,露出迷茫 我有了灵志 我记得被主人召唤 吞噬那个仙人后 那仙人自曝神识,阻止我的吞噬 然后,我被分裂开来 我是谁? 那青年眼中迷茫浓郁 他闭上双眼,四在沉思 伴上之后,他突然睁开双目 露出奇异之芒 我是天道 我本不会有灵志 但那仙人的神识自曝 仍然还是被我吸收了一些 我吸收了他的一些神识 我产生了思绪 那青年闭闭,思想明白了一切 王灵看到这里,他也同样明白了很多 他明白了为何莲道飞成为了疯子 为何在七彩道人的幻境内 他看到的那个莲道飞神色邪义 言辞极为嚣张 窃喜霸占看中的修士道理 这种种的一切 都与王灵认识的疯子完全不同 根本就是两个人一样 眼下,王灵脑中清明 莲道飞本就是在仙刚大陆上飞扬跋扈之人 他或许真有一个哥哥,拥有极高的身份 正是这一切让他的性格诡异 更是嚣张至极 按照我从其丰厚的言辞了解 他这一生只要是看中的东西 无论是法宝还是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抢走 若他抢不走 他也会想尽办法 甚至很有可能灭对方满门 只为内心贪念 也正是这贪念与其性格 他才会被来到七彩先尊的洞府 试图抢走其所要之物 但最终 他被这天道吞噬后自爆神尸 他性格中几乎大半的贪念与烈士 被这分离出的天道吸收 所以 我遇到的疯子 才会与他当年的他完全不同 否则的话 以他的性格 岂能给我仙人血脉 更加不会传授神通 他怕是会第一时间从我这里 尽一切手段 达到其目的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现在的疯子 而不是当年的镰刀飞 亡灵目光一闪 看向那漂浮在半个罗盘上的青年 这青年低头看了一眼眼下的罗盘 目中有思索 我的本尊 就是这半个逆罗盘 此物的气息无人可以感受到 放在这里 才是最安全的 那青年身子向前一飘 整个人消失在了这修真心的内部 不知去向 王林没有理会那青年的离去 而是盯着那半个罗盘 牢牢地记住了这里的一切 与这颗修真心的气息后 他默然闭上了双眼 在其双目闭合的刹那 这里的一切 无声无息间崩溃 天蕴子的九十多次轮回 至此完全结束 王林的闭目 使得轮回消散 其双眼再次睁开的瞬间 他看到了蓝梦道尊 青林与红杉子 他看到了赵和心语 感受到了分身如今 只差一丝就要被完全占据 我找到了他的本尊 三位前辈 不需与我同去 还请你们帮我控制分身 为我争取更多的时间 王林本尊 默然站起 向着三人一抱拳 猛地转身 向着星空一步迈去 天蕴子 游戏要结束了 本尊道古身影 在星空极持 其速之快 比之其分身还要熏猛 因为王林在这前行中 并非是依靠蛮力 也并非是融入天地 如分身一般 他是在撕开星空前行 王林的右手 往往在双脚向前迈步的刹那 在前猛的意思 这意思中 星空轰轰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在王林面前生生祸改 他身子瞬息 钻入裂缝内 出现之时 已然离开了赵河 以这种蛮横的方法 王林的速度 达到了其身体的巅峰 放眼天地 整个洞府街内 也只有王林一人 敢以这样的方法赶路 空间裂缝的撕开 其内存在了 无数毁灭的风暴与乱流 这些对于修士来说 足以致命 他们的身体 根本就无法承受这样的冲击 即便是骨药 骨膜 在这空间裂缝毁灭的风暴中 也很难坚持 就算是强悍的骨神 或许可以挺过几次 但却无法长久 能做到这一点的 唯有那比之骨神肉身 还要强悍无数倍的 稻谷身躯 只有拥有稻谷血脉的王林 才可以从容地踏入 那裂缝内 不在乎任何风暴与乱流 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法 不断地前行 那毁灭的风暴 卷在王林身上 被其身体一重之下 王林没有半点伤势 但那风暴 却是有如哀嚎般 物业崩溃 昏须星域内 星空中凭空出现了 一道巨大的裂缝 王林那强悍的肉身呢 一步从那裂缝内走出 在走出的刹那 王林闭上双眼 道骨所修神石 向着四周横扫一遍 紧接着 王林双目默然睁开 直奔远处 这一切从他在赵和 自天韵子轮回中苏醒 一直到现在 只不过是数息的时间而已 在王林集池中 赵和星域内 王林分身四周 那来自四大星域的所有天韵子之魂 已然全部来临 当最后一缕魂 进入王林分身体内的刹那 潘息的王林分身 突然睁开双眼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